大家好 今天是4月19日 星期一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安省省长向全球求救 加拿大考虑进入紧急状态 据环球新闻网报道 在安省遭遇第三波疫情重创的情况下 安省省长福特近日表示 正在想尽一切办法 希望能够解决安省疫苗紧缺的问题 在向其他省份求助之后 福特近日向海外国家发出呼吁 联邦政府也在此时宣布 将动用一切资源竭力支援安省 安省省长发言人耶里奇今日表示 福特已经向全球的领事馆发出求助 希望能够为安省调来更多的疫苗 耶里奇表示 我们正在等待联邦政府放宽对注射阿斯利康疫苗的年龄限制 因为最近莫德纳疫苗运输数量被削减 福特已经开始向各国的领事馆求助 希望能够从加拿大的国际盟友中得到更多的疫苗供应 安省卫生厅在给其他省份及地区的一封求助信中承认 安省的ICU病房正变得越来越紧张 导致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将出现4000多名护士短缺 根据多伦多大学的数据模型预测 预计到4月底将有大约1000名患者需要进入ICU重症监护病房 但是安省其他ICU病人已经有1400人 早前为新冠病人预留了900个ICU病床 现在已经使用了741个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联邦政府和加拿大一些省份正在努力派遣医护人员和设备 以帮助安省应对严峻的疫情情况 国防和移民等政府部门雇佣的医护人员将被重新安置到安省 特别是大多伦多地区 加拿大负责疫苗采购的联邦采购部长阿南德 今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联邦政府不排除任何可能有助于加拿大遏制第三波疫情的方案 包括援引加拿大紧急法 阿南德透露说 联邦内阁将在周末和下周开会考虑一切方案抗议 包括加拿大历史上从没有实施过的加拿大紧急法 据悉 加拿大紧急法将赋予联邦政府权力 可以在国会审查后迅速发布行政命令 并重新分配公共资金 疫情发展至今 虽然各个省份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但联邦政府目前一直还没有宣布过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加拿大紧急法本身从未在加拿大使用过 因为如果一旦使用 联邦政府的权力将会大大增加 从而削弱各省的权力 加拿大紧急法的前身是战争状态法 加拿大历史上曾援引过三次战争状态法 分别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以及1970年10月危机期间 该法允许联邦政府在国家紧急状态下 采取行动确保安全与保障 战争状态法于1988年7月21日废除 由加拿大紧急法所取代 加拿大紧急法是加拿大议会的一项法案 授权采取特别的临时措施 以确保国家紧急状况下的安全 它被认为可以提供加拿大所有紧急法律中 最为严格的政府紧急权利 而现行的加拿大紧急法 与之前的战争状态法之间 只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 第一是联邦政府内阁宣布紧急情况 必须由国会审查 第二是根据该法案制定的任何临时法律 均受宪法权力和自由宪章的约束 不过一旦特鲁多宣布加拿大紧急状态法 联邦政府的权力将会空前强大 则意味着特鲁多联邦政府将会直接接管加拿大各省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 各省成年人已可注射阿斯利康疫苗 近期一男子在接种后患血栓 据CTV报道 加拿大卫生部长海杜表示 各省及地区可以为18岁及以上的公众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在刚刚过去的周六 阿尔伯塔省宣布了一位60多岁的男子 在接种过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 出现了罕见的血栓问题 目前正在康复中 海杜部长表示 阿斯利康疫苗在加拿大获得批准 因此不能阻止各省及地区 为18岁或以上的公众接种该疫苗 海杜部长补充说 国家免疫委员会正在重新评估阿斯利康疫苗 未来或将更新对该疫苗的指示 据悉 在阿尔伯塔省出现血栓症状的这名男子 是超过70万家的大人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的第二期血栓事件 第一期则发生在魁北克省的一位女子身上 由于保护病人隐私的原因 这名男子的身份并未被曝光 阿尔伯塔省首席卫生官辛肖表示 会继续向55岁以上的人士 推荐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并建议所有阿尔伯塔省居民 尽快地接种疫苗 这是保护您自己和周围人健康的最佳方法 辛肖提醒说 我知道任何不良事件的报道都令人感到恐惧 尤其是当涉及到新疫苗时 但接种疫苗的副作用 是袁小于感染新冠的风险 辛肖强调说 如果我在这个年龄段可以接种的话 我会选择接种这种疫苗 他举例称 在世界范围内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栓的几率 大约为十万分之一到二十五万分之一 而在阿尔伯塔省感染新冠病毒的55岁及以上人士 每二百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死于新冠病毒 这比患上血栓后接受猪咽治疗的死亡可能性高出了至少1500倍 欧盟国家的研究发现 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罕见血栓问题的 基本上全是55岁以下的女性 辛肖表示 并不是说55岁以上的人士就没有这种风险 也不是说男士就没有这种风险 只是说这些情况非常罕见 血栓事件不会改变先前传达给阿尔伯塔省的风险评估 4月14日 丹麦成为了全球首个宣布全面停打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家 理由是这种疫苗会引发罕见的血栓情况 然而在当日的记者发布会上 却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 丹麦药物管理局主任艾瑞克森突然晕倒 吓坏了在场人员 在宣布停用阿斯利康的记者会上 丹麦卫生局长布劳斯特伦正在对着台下的记者讲话 一旁沉默的艾瑞克森 突然向右90度倾斜 重重地跌倒在地 不幸人事 随后她被送医治疗 目前的情况稳定 但晕倒原因尚且不明 此外 在美国 强生疫苗疑似引起血栓的案例 已经从6人增加到了9人 这其中已知最早报道的6位均为女性 此外还有一位43岁的男士 预计在疫苗临床测试时 还有两人在接种疫苗后的一段时间出现了血栓症状 印度出现双重变异病毒 25架来加航班中有确诊 据家媒报道 在4月1日至15日的这两周时间内 有超过70架抵达多伦多的航班中出现了确诊乘客 根据加拿大政府给出的数据来看 在这两周时间里 印度共有25架航班中出现确诊乘客 其中16架抵达多伦多 9架抵达温哥华 而在多伦多机场的14天记录中 连续11天都有来自新德里的航班 确认有乘客感染 据悉 目前印度国内正在爆发第二波疫情 当地卫生官员检测出了一种感染力更强的双重突变毒株 这种变异毒株传播速度更快 且年轻患者的症状更为严重 导致了印度在近期新增大量确诊 住院率暴涨4倍 近期印度输入加拿大的病例中 就有42人确诊了这种双重突变毒株 印度航班中查出确诊的情况 同样也发生在上个月 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自加拿大实施飞机入境 强制检测并隔离的措施之后 在2月22日至3月15日期间 加拿大共查出682名入境确诊旅客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旅客都来自印度新德里 而加拿大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要求 所有搭载航班的乘客 务必在登机之前获得新冠检测的阴性证明 但是却依然出现了如此大量的确诊旅客 有媒体质疑说 为什么在航班飞行的数小时之中 大量旅客会从阴性变成确诊 是否是航班中的防护措施不到位 又是否是阴性证明存在着造假 针对这些质疑 印度航空公司立即发表声明澄清 在声明中表示 印度航空是一家负责任的航空公司 只允许持有阴性证明的旅客登机 印度航空对于这起事件不负有任何责任 在去年 印度航空就曾因为多次搭载确诊乘客进入香港 而遭到了香港的五次禁航 印度媒体之前也曾报道过 印度航空的高管曾试图篡改并删除系统中机组人员的确诊数据 对于加拿大是否要对来自印度的航班禁航 4月14日 据多伦多太阳报报道 加拿大联邦卫生部长海杜表示 已经了解到印度航班输入病例的情况 但海杜部长回避了有关禁航的问题 并强调说他对加拿大的边境保护措施充满信心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